启示录第十九章 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银行败坏世界的大银妇 并且向银妇讨流湖人血的罪,给他们申冤 又说 哈利路亚,烧银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座宝座的神 说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啊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 我们的神 全能者做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昏曲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意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高阳之婚颜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 同事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异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 真实 他审判 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带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剑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侠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 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演习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 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 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 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 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